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又是我小剛 今天會和大家去福江其中一個很受歡迎的旅遊熱點 就是蕭蠔小屋 香港人逢親秋天都是吃大雜蟹的季節 但對於福江人來說 天氣一轉動 我們就會吃蕭蠔 整班人來到海邊這些蕭蠔小屋 亦都是他們每年一家人或朋友之間很常見的Gathering 這些蕭蠔小屋一般都集中在漁港附近位置 每年大概十月底就開始開門 一路工作到明年三月左右 然後再休息半年 如此類推 如果你剛巧這段時間來福江旅行的話 千萬不要錯過 好嗎 市區附近 其實都有幾個漁港有蕭蠔小屋 今次我們去了蕭蠔屋最多最集中的旗幟 一般經營時間是十點至到下午四點 有些會做到下午五點 不過都記得不要太過遲來 因為早上海鮮會比較新鮮 接下來就是交通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都沒有問題 由天神出發的話 可以乘坐JR去到竹田前遠站 然後在車站北口乘坐介屋線的巴士 巴士是沒有號碼的 自己要小心留意的站牌 班次都不算密 自己看這個時刻表就可以上車了 整個巴士的車程大約是20分鐘左右 就在旗幟站下車 下車後 沿著這個方向一路向前 看到這個鳥居之後就轉左 走到海邊之後就轉右 沿著這個方向一路走 大概是兩分鐘左右 就已經看到有些大型的停車場 以及整排的蕭蠔小屋 這裡的停車場全部都免費 大家如果是自駕遊的話就更加方便了 一來到附近已經聞到很香的燒烤味 這裡整排總共有13間店 每間店的價格都差不多 而這些蕭蠔小屋 全部都是由鮑魚的船家自己經營 大家來到這裡看到的店名 大部份都叫什麼什麼丸 麥麥丸 其實就是船家那艘船的名 最後我們就選了最多客人這間店 門口有隻很顯眼的大叔公仔 不要說太多 快進去吃吧 店舖很貼心 會提供一件黃色的外套給客人 以防弄髒自己的衣服 或者弄到自己的整身味 這裡不單是旅客 其實有很多本地人都會特地走過來光顧 所以建議大家早點過來 這些蕭蠔小屋 全部都主張用炭火燒 雖然是室內 但是這裡通風很好 就不會覺得焗促 不用一會已經坐滿了客人 就眨眼看 光顧客人什麼年齡層都有 看來這裡都很受歡迎 應該沒有選錯了 人氣第一 一公斤的蠔 價格是1100日圓 除了蠔之外 還有其他海鮮類 例如鮮杯 大蝦 鵝鵝 鵝鵝 餐牌上 除了日文之外 還有中文 英文 還有一些相片 一定都看得明白 就算不懂日文 叫食物都沒有難度 剛剛就到了 剛才我點的星蠻 還有一塊魷魚 我夾上去燒給大家看看 一塊錢 都吃了 我看一塊 一塊錢 有魚 或者一塊錢 那就是要吃 一塊錢 一塊錢 就要吃 一塊錢 就要吃 一塊錢 那現在已經吃了 就要吃了 讓大家參考一下 同一個時期,某一間在博多運河城的餐廳 新鮮燒蠔最便宜四隻都要1400日圓 現在燒蠔小屋,二十多隻才1100日圓 你說是否便宜到燒蠔呢? 這裏有飲料 噴口水 這裏就噴口水 這裏有飲料 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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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知道燒多久才會燒蠔 我想到了 看看旁邊何時開 我看你會差不多燒蠔 他們開了,我們不能進去 那個時間應該是很淡 當然不是用這個方法 讓小光教大家正確的開蠔方法 這裏是開蠔的手套 這裏是開蠔 這裏是開蠔 這裏是示範的 雖然我不是專家 但我還是分享我的經驗 如何燒蠔和開蠔 首先把蠔燒蠔兩分鐘 然後戴上手套 之後用那把開蠔刀 最好是怎樣刺你 都不會有事 那款就最好 然後在蠔的邊緣位 找個弱點,嘗試刺進去 如果刺不進去 就不要硬來 免得弄傷自己 我們試試找另一個位 就可以了 找到另一個點 之後,刺進去 沿著邊緣,打橫切 用少許杠光原理 就很容易開到 你看,是不是很簡單呢? 基本上,你刺進去 蠔就可以開到 不過也要小心 不要弄傷自己的手 也不要懶得不戴手套 去開 除非你自己吃蠔 喜歡放茄汁 如果真的開不到的話 也不用擔心 叫職員 他們都很樂意幫幫你 如果你真的開不到的話 我就建議你再看一次我的影片 我就覺得 在這裡吃蠔 比起高級餐廳的時候 就更加有風味 更加有一種溫馨的感覺 除了情侶之間來吃 朋友一大班人來吃都很好 不說那麼多了 我們自己先吃吧 這裏是魚館直接經營的 新鮮程度就不再說了 每一隻都肥肥白白 很飽滿的 你看看 又多汁又厚肉 最新鮮的食材 我自己就覺得 不用加調味料已經很好吃 嘩 每一隻打開都好像在拆禮物一樣 整餐飯 我們下訂了一公斤的蠔之外 還有魷魚 鱷、扇貝和鰻魚 加上飲品 兩個一埋單才是4000日圓 按回現在的匯率來計 應該大概港幣200元左右 性價比夠高 我們吃完飯 大概就中午12點左右 已經開始有些人要排隊入場了 我建議大家 可以早上10點多 11點左右來 客人就會比較少 總括來說 比其他去旅行時吃海鮮的景點 經常都會擔心 可能不困遊客 或者會很貴 但在這裏就絕對不會出現 所有價錢都很公道透明 又不會有什麼隱藏收費 食物質素也都相當夠高 所以小光也很推薦大家 將這裏加入你的行程 唯一要擔心的就是 一些癱惠 我的書包啊 掌把書包裝 開了 跟書包裝 說明 有很多司機 說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